下季转会的尾声渐渐到来,C罗家盲友们可是轰动足盘的大消息,很多人推测这是一甲复兴的前兆,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答案是肯定的,确实是,英超作为现在五大联赛,发展最好资本最为雄厚的联赛,竞争极为强烈,而在转会市场上英超的众多俱乐部,更是一致千金引金球星,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超的繁荣。 但是今年的转会期,截止到15号,一甲在转会市场内的开支景跟英超之后,为五大联赛开支的第二大联赛,再加上一甲的政策改革,可以说一甲已为复兴做好准备了。 接下来看一甲除了游文还有那些强对质的注意,七姐妹团聚作为一甲巅峰时期的代表,一甲七姐妹的竞争相当的激烈,随着去年跑马冲击一甲成功,一甲七姐妹再一次在一甲团聚,先说罗马队,今夏罗马的转会市场上紧跟游文之后,为一甲今夏转会投入第二的球队,豪志1.36亿,欧元联先是二名一线队新元, 例如,帕斯托雷,恩宗吉等众多球星,当然还有小克鲁伊维克这样拥有天赋的年轻选手,再说米兰双雄,AC米兰就不用说了买断了游文的衣瓜,因为风线进行了不强,再加上一系列租借加买断为主的方式,AC米兰也投入了超过8300万欧元,国民也不甘示弱接连接下奈英格兰,马丁内斯等强员, 也是通过租借加买断为主的方式,最大限度的对球队进行不强,投入大概为7,700万欧元,纳布勒斯也签下了意大利前锋西芒尼维尔迪,以大利足球网透露,维尔迪的转会身价为2500万欧元, 纳布勒斯敲定皇家被帝斯中抢法比安·鲁伊斯的转会,他们支付3000万欧元的违约金条款,官方消息,纳布勒斯2200万签下了乌迪内斯门将没维撤。 谢谢大家